大家好 这节课给大家看一个B1主题 更换育名的一个实战解决方案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比如说网站更换育名 还有就是网站在建设的阶段 用的是一个临时网址 并不是正式的网址 当有了一个网址 用了正式的网址之后 需要把临时网址替换成正式的网址 虽然说wordpress后台的设置 可以更换网址 那个只限于wordpress本身 以及wordpress里面的blog 像主题自身的那些图片 比如说主题自带的编辑器 里面上传的背景图片 或者是插入的图片 还有那个logo之类的链接 这些地址都存在数据库里 虽然可以直接在数据库里面替换 不过这样比较麻烦 b主题提供了一个插件 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插件可以从b主题的官方论坛 技术支持那里获得 b主题的论坛需要VPN才可以连接 而且需要有许可证 也就是正式购买的人才可以注册 登录之后才可以查看 当前最新版本是3.2 我已经把这个插件放到了网盘上 何必主题的圆码在一起 这个插件是准备工作 网站换域名 首先要做的是更改域名解析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实例 由于网站之前在备案中 只能用阿里云的虚机给的临时网址 来做网站 现在备案成功了 可以使用正式的域名来访问网站 但是网站的设置都是临时的网址 先做域名解析 域名解析需要手机验证码 域名解析方法有很多种 取决于空间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是A记录解析 它一共生成两条 一个是带3w的 一个是不带3w的 解析到IP地址 IP地址就是主机的IP地址 解析记录添加完成之后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外网阿里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除了操作域名之外 也要操作主机 主机要绑定域名 这是阿里云的虚拟主机 可以查到绑定的域名 如果没有备案 备案信息状态那块会打一个红叉 另外也不允许解析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主机的配置 现在域名解析已经生效 但是访问正式域名还会自动跳转到临时域名 因为Wordpress里面的信息并没有改 还是保存的临时域名 另外阿里云的临时域名在访问时需要输入FTP的密码 现在的状态是输入正式域名会自动跳转到Wordpress 指定的主域名也就是临时域名 域名解析已经生效 接下来要在Wordpress的设置里面 先把Wordpress的主域名改成正式域名 我们先安装一个插件吧 刚才的那个改数据库的插件 这个插件的替换网址功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 也有漏网之余 比如在页面的设置里面有一个页媒 页媒有一个背景图片 这个图片它就没给改过来 大家在替换网址之后 用一个新电脑或者是一个新的浏览器 来全面的测试 新浏览器就是没有登录过那个临时网址的 我们的主要浏览器肯定是登录过临时网址 它是肯定能看到的 一个没有登录过临时网址的浏览器 它在打开这个临时网址的图片地址 它是打不开的 就会出现一个空白 在执行插件之前 先把wordpress的设置改回来 这个wordpress的地址 带和不带3w的是两个网址 默认是带3w 更换完wordpress网址之后 需要重新登录 因为它是一个新域名 被识别为是一个新网站 其实经历过这一步 这个网站的几乎大部分的链接都已经被变过来了 只是缺少主题的那些部分 比如说菜单的链接已经变过来了 还有新闻也就是博客 用的是wordpress自身的系统 这些都会自动变过来 但是页面 这些在主题的编辑器里面修改上传的图片 要用那个工具来替换 或者是手工一个一个的修改 就是太麻烦了 发现一个新问题 logo没了 这是因为我的浏览器有一个防广告的插件 它识别这个网站的logo那个部分是一个广告 它给屏蔽了 大家遇到这种事不要惊慌 先到一个新浏览器里面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到后台的主题选项里面 查看logo的链接是否正常 这个替换工具很简单 上面那是原网址 下面那是正式的网址 一共替换了175项 替换成功之后 检查网站没有问题 这个插件的作用就没有了 可以把它关掉或者是删除 wordpress的插件尽可能少 把不需要的关掉或者是删除 特别是那种工具类的 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再安装 用完了之后就删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了 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